高海宁最近忙着拍摄新剧《七公主》 这一天她就和陆勇 江嘉敏 丁子朗齐齐开工 新剧已经开拍了一段时间 正所谓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高林和陆勇的对手戏也拍得差不多了 令到他们有点不舍得 其实真的很不舍得 因为我跟她的戏份都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就是连幕后的工作人员都说 拍你们家是最开心的 他们在旁边也会在那边忍笑或怎么样 不论那个戏份开不开心 我就是很舍不得她了 为什么呢 就是太好的一个演员了 说多点优点听一下 就不说那些外表的那些 就是没有外表可说 没有了 就是很好 很专业 而且就是让大家的工作的气氛 非常的好 随着第三波疫情出现 陆勇也减少外出 多了时间留在家中照顾小朋友 高林也大赞陆勇是24校老公兼好爸爸 放饭的时候她就马上打给她老婆 试相电话 然后说我现在放饭了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每天还会跟她的女儿聊聊天 你们在干嘛怎么样怎么样 我现在哇你真的很好 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做 她就说因为平常很少时间可以陪伴她们 所以就要通过这个试相电话 跟她们多一点陪伴这样 好软啊 好软啊 女儿从小到大就已经每天跟她聊一聊吗 也没有了 就没有 反而 小的时候不懂就是聊嘛 我就不理睬她了 那现在疫情不能不理她了 现在对了啊 但是已经习惯了在家很久一段时间 对啊 而且她们不用上学嘛 对啊 也常常在家跟她们一起啊 那所以可以放多点时间在音乐方面吗 我看你音乐的计划都有 对 其实时间已经放了很多啦 我们是打算出那个发报会 他部会 发布会 对 然后也要延迟 很可惜哦 对 你知道她们要开修吗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那时候还说就是因为她们要开修 所以要把她的戏份先拍完这样 对 然后现在突然延迟了 其实蛮可惜的 因为不过你们什么时候会再开啊 会会 我希望可以再开 我看她已经已经在公开售票了 到时候记得给我几张票 我买几张票 几张不好了 你说嘛 小看你了 你现在有这么多G在身上 五百张吗 应该要 五百张 我怕我请不了那么多人怎么办 不用请了 你买就行了 丽颖怡最近和Carmen拍摄一场涨果戏 但怎么知道太大力 达到Carmen都呆了 事后丽颖怡非常不好意思 还特地在社交平台向Carmen道歉 她其实做得很好 因为她 她的力度其实真的蛮大的 就不用NG太多了 因为她大力一拍下来的时候 坚持就说好 OK 我就跟她说 她说 我真的没事 但是你这个打人的力度是怎么练回来的 她是她说她在家跟老公练回来 我就说那你老公的脸就啊 嗯 但可以想象就是换角是你打她吗 我觉得应该会NG很多变的 因为我没有打人的经验嘛 因为她有学过Boxing 那么多都没有 经常拍我 我会打你吗 线长是是不是就不惊不绝的 我很想打她 但是导演都很疼她 不让我打了 不是 她镜头前没有打 但是试一下 不如这样拍好不好 这样打好不好 好